中信兄弟春训如火如涂地进行着 农场主管恰恰彭正敏从年前仲训营就在园区协助指导选手 12日被兄弟球团人员捕捉到手养上场练打 不过实在太久没有打击 加上完全没有戴手套等装备的情况下裸打 其间阿Tilda疯狂大叫 频频甩手 最后直呼 算了算了 没力了 脚在抖 彭正敏退休后 担任球团农场主管 协助新秀养成 与年轻球员相处 完全没有球星架子 同时扮演新领导师 帮助球员度过低潮 春训期间 他也以身作则 时常陪选手一起跑步练体能 有时还会玩小游戏 与球员较劲 昨日打击练习 彭正敏重出江湖练打 没有带任何装备就上场 一度被球棒阵到狂甩手 不过看得出来还是很有力量 场边球员 工作人员兴奋鼓噪 其中有一球很有机会出墙 可惜差一点 恰哥略有失望地说道 阿可惜了 二军打击教练许浩铭亏他 体能跑哪去了 洪正敏大声喊叫 阿 使尽卖力挥棒 最后败给自己的体力 苦笑说 算了算了 没力了 脚在抖 许浩铭立刻帮他请求支援 呼叫 体能教练 他脚在抖了 事实上 彭正敏依旧饱刀未老 现场工作人员表示 彭正敏击出的球都相当强劲 有好几颗差点扛出墙 许浩铭教练也说 以彭正敏的伸手 要当球员还是没问题的